迷失自以為越吃越胖要怪誰 現在去大賣場也會買到那種 叫做低脂的花生醬 他們就發現 低脂的花生醬的熱量 完全沒有比所謂的 一般花生醬更低 那怎麼可以說低脂的 因為他加糖加比較多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那吃這種花生醬的人 他的心血管罹患的機率 疾病罹患的機率 甚至比吃本來的花生來得更高 看似健康科技想不到的危機 因為他買的吃醬粿很貴 所以他就每天炸那個炸雞跟薯條 給小孩子吃 後來他們全家都變胖了 我老公看完那一台 我們也在那邊吃了以後 他很開心的在開車的時候 一邊問我說 老婆 我們可不可以買一台呢 他有說 如果你想要老年 早一點得到老人痴呆症 如果你想要早一點得到 痣痕症的話 那你就買吧 沒關係 好啊 胖 我跟你講 根據統計有台灣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也是這個 有所謂的體重過重 肥胖 對 這比例也滿高的耶 三個就有一個喔 而且你看 體重一過重了 容易健康就出了問題了 但是你說胖 是不是全民運動 其實在某些 比較客觀的定義算是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女生 沒錯 我永遠認為自己身體 都多一塊肉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就常看雅蘭 她就說跟前面她都在研究 然後買的東西呢 只要有幾個字 一定買 哪幾個字 瘦 沒錯 健肥 猶條 都買了 有沒有 不會有動力啊 很心動 謝謝 好拍喔 誰說不景氣 好景氣啊 那你應該多買啦 一定要買的啊 對啊 但是呢 你說這些產品 或是商品 往這個方向去 但其實裡面 還是有些迷思在啊 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在這些商品之下 有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會強調 譬如熱量比較高啦 脂肪比較多啦 還是什麼...標榜的什麼... 少一點啦 但吃下去 好 你知道嗎 所以這東西啊 一體兩面 還是要好好思考一下 真的 好 好啦 所以呢 首先呢 我們要來破解發胖元凶 好 第一個請看 第一個來看看喔 所謂的氣炸鍋不用油 但是激熱量 所以也就不怕胖嗎 當然啦 當然啦 因為大家是有自己的見解對不對 不對喔 排一下好了 圈插牌 請選擇 圈圈插 全場只有三位插耶 對 哪三位 哪三位這麼聰明 哪三不聰明 你們三姐妹 對啊 其他可是都是圈喔 對啊 沒有少數服從多數嗎 來 家瑋 沒有 因為我們不是余婦 在攻擊到大部隊 有勇氣 那要跟什麼比較 因為我人胖了之後 腦子也是有長進 這是腦肉嗎 氣炸鍋雖然說油比較少 可是你可能吃過多的澱粉或糖分 也是一樣胖啊 是這樣子是不是 但是在比較之下 比較忽略了 對啊 不是 如果說你喜歡吃炸雞的 那你去外面買炸雞 跟自己買的氣炸鍋回來 就少不多油 真的會油 要不胖就連炸雞都不能吃啊 重點就是想吃啊 就想吃 這個叫比較起的問題 但是我們這邊有講 低熱量不怕胖 像我喜歡吃炸雞的話 跟你去素食店買 跟自己回家 因為不需要用油嘛 對 這樣子比較的話 當然是低熱量 就比較不容易變胖 所以他對來講是一個福音 對 可是呢 因為如果說像我的朋友啊 他就說 因為他買的氣炸鍋很貴 所以呢 他就每天炸那個炸雞跟薯條 給小孩子吃 每天炸 而且他說是健康氣炸鍋 他想說越吃越健康 結果酥不吃 因為那個炸雞本來裡面就有油 他才有辦法把油給逼出來嘛 對 然後薯條也是有油 他才能逼出來啊 你蔬菜可以下去炸嗎 可以啊 也可以 就炸得出油嗎 可是逼出油不是就不油了嗎 對 他就會覺得這樣子 會比較健康 後來呢 你看 因為他覺得太貴 所以那你為什麼炸雞 對啊 對 但是我說比較上啊 如果你真的要吃 外面素食店的炸雞 跟那個氣炸鍋來比的話 當然氣炸鍋炸出來比較健康 股質力是差 但是呢 他又... 他炸雞 對 你真的是很矛盾 很矛盾... 好 來 佳蓉 我是全... 因為我打算要去買的 我跟妳講 妳今天來得晚了 我們幾週前大家在團購耶 大家在那邊問說要不要... 很便宜喔 真的 因為我很愛吃炸 可是我現在都已經戒了 我一年只吃一兩次的鹽酥雞這些 我就想說有了這個 我就可以吃薯條吃鹽酥雞 我就不用戒了 就可以大姐放了 對 沒有 我不會說越吃越健康啦 我還知道沒有那麼的 但是我覺得適度就可以多吃幾次 但熱量的確比較低嘛 對不對 所以比較沒有擔憂啦 對不對 好啦 我們要讓他眼見為平 來 這邊兩盤 一盤是氣炸鍋炸出來的 薯條跟炸雞塊 一盤是油炸好不好 對 你一般怎麼這樣子比呢 你這樣會混淆我們的視聽喔 我兩個都比 所以不知道哪一盤是那個 對 要吃吃看 看起來是差不多 看起來差不多 對 表面上完全看得出來 來... 太好了 看吃起來就一樣 我就知道今天有氣炸鍋 對 對 來 因為你們可以自由筷子 自由取用 好的 可以... 反正兩盤你們都各吃一下 然後來告訴我們哪一盤 是用氣炸鍋炸出來的 好不好 這個雞塊很脆 可是薯條那個比較脆 這個比較不脆 我分不出來 我說真的 對不對 這個好像水一點 我覺得這個比較水 這個比較水 雞塊這個好像比較水耶 沒有...雞塊都比較水 自己辨別 好 好 準備好了沒有 好了 現在有沒有答案 有 哪一個是氣炸鍋炸的 1 2 3 2比1 這個氣炸鍋稍微多了一票 對不對 2比1 對 我是從薯條分辨 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通常你一個我一個 好 來 我們現在同時 各拿一個雞塊 你拿各我拿這邊 好 我們把它放在上面 稍微的擠壓一下 我們吸個油 好 看看有沒有辦法把油吸出來 我們是不是有比較能夠 知道答案 差不多了 好 換回來 好 來 請問到底最後在誰 我們這樣玩可以玩一整集 來 1 2 3 所以到底是哪一個 那個油差很多耶 這一個是氣炸鍋 這個是一盤炸 是 真的嗎 真的 我敢上説 可是氣炸鍋炸出來的顏色很漂亮 看不出來 我還以為是用油鍋炸 才會這麼漂亮的顏色 而且也一樣那麼酥有沒有 對 這就是為什麼會風靡熱賣 可是如果說直接可以趁熱量的話 我更會買 真的嗎 如果熱量量比較低 然後這個熱量比較高 我就直接買 這個就是我們這道題目的重點了 雖然沒有油 油比較少 但是低熱量是不是不怕胖 對不對 來 問一下營養師囉 好 來 其實相對就是 如果假設我們一起吃 這樣同樣一盤 氣炸鍋相對真的熱量是比較低的 就像你們大家看到 那個油量很少 所以我們撇掉就是 熱量跟健康 這個肥胖有關係之外 就是去年就是 這個非常熱買的時候 我們朋友家有買了一台 我老公看完那一台 我們也在那邊吃了以後 他很開心的在開車的時候 一邊問我說老婆 我們可以不可以買一台呢 這個感覺比較健康耶 沒有油耶 然後我就很冷的回答我說 如果你想要老年 早一點得到老人痴呆症 但是如果你想要早一點得到 阿滋海摩症的話 那你就買吧 沒關係 還這麼說疑慮喔 所以這道題目 低熱量不怕胖 是對的 是對的 但是以健康的角度 油炸不見的是等號 因為它重點還是要回歸到 它是個油炸物的一個狀態 那油炸物其實我們已經知道 不管是我們那個三大類營養素 糖類蛋白質脂肪 它經過油炸都會產生一些 致癌物的變化 那相對一定都會跟我們目前認知的 一些阿滋海默症 老年失智症是有相關的 另外它也會產生一種 糖化終端產物喔 那這種東西它也會影響到 一些所謂的慢性疾病 所以就是說這個東西 它本身油量會變低 可是這個炸 而且據我知道說 這個廠商它的意思是說 它不是炸 它其實是一個快速旋風高溫烤的 對 它就是跟旋風烤箱的 烤箱也好一點啊 那跟烤箱又怎麼不一樣 烤箱不是旋風 旋風烤箱它是 它就可以讓那個食物本身啊 就是它也可以把那個油給逼出來 那烤箱也可以逼油啊 可是烤箱的那個受熱 不是360度 對 它是上下火 上下 因為你要讓這些 它從食物中出來的油 或它自己本身的油 氣化之後變成均勻的 在... 那你烤箱只有自己食物在轉 油氣並沒有跟著它繞 油是往下滴的 你要不要注意 就風烤箱油是滴下來的 可是這個是氣 它讓它變成油氣在裡面 所以營養師妳剛剛講說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對 它會導致的... 它雖然不是炸的原理 它是高溫烘烤的原理 可是烤這件事情 一樣也會產生一些致癌物的部分 就會變成你人體 要把你一些好的東西 通通拿來去對抗這些東西 就會造成你體內白 譬如說你吃了一些很多健康的食材 那些健康食材都拿來用掉了 就會變成你身體需要啊 腦部需要的一些營養啊 心血管需要的一些營養素 都已經被缺乏 都被這些耗掉了 所以如果會這樣的話 是因為它吃了很大量長期 對 很長期啦 對 其實氣炸鍋它的原理就是 我們剛才所說的 它是因為高溫 那這個高溫 妳如果看過它怎麼去做這些食物的話 它是高溫加時間要長 大概10分鐘 12分鐘 每次的時間 這一塊這一份薯條跟雞塊 大概15到20分鐘左右 對 所以它每一次都是要吃幾分鐘 加上高溫200度以上 去做出這個東西 當然在高溫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東西會變質 那變質我們最怕的一個東西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非飽和脂肪 因為高溫變成 飽和脂肪 或者氧化脂肪 那這氧化脂肪是我們不要的 所以本來這個食材它是好的 如果我用正常的去清蒸它 或者我去做它的一個料理 用不同的方式的話 它可能可以保留這些營養素 可是因為我用氣炸了 尤其是像魚類的 我今天去要烤一個魚 它裡面有很好的 Omega-3 DHA EPA 不飽和脂肪 防酸 結果我用高溫的時候 結果說得不飽和變成氧化了 再來就是這些油脂也不見了 所以我今天要吃這個魚的營養脂 不見了 那再來最怕的是什麼 那如果我魚就是只有魚 不要放到裡面就好啦 而且我還炸蔬菜耶 蔬菜裡面的維生素更會不見 所以尤其像維生素C 它一到碰到溫度高於60度以上 它就被破壞 你200度怎麼可能不破壞 所以一定會破壞到一些 食物裡面該有的一些維生素 你們有人炸過蔬菜嗎 有 皮媽有是不是 口感呢 很好吃啊 你們有人炸過蔬菜嗎 有 皮媽有是不是 口感呢 很好吃啊 脆 脆 然後裡面又有汁 對 就抹一層薄薄的油在它表面 還是要塗一點點油 它還是要有油的原理 對 還是脆 一點點就夠了 然後又酥酥的 所以這樣說起來 它可能只頂多吃到纖維 它吃到纖維 沒有 有去礦物質還是會在 它不然因為這樣不見 但是你還是要塗額外的油 就失去了我們剛才所謂的氣炸鍋 可是它很少 它不像鹹酥雞 那種炸的一鍋油在那裡 那剛才熱炒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成一鍋 那跟炒有什麼不一樣的 比炒的還少 還要少 還要少 它為什麼不用燙的呢 但時間久對不對 因為我們快炒蔬菜水果 它是快炒時間 其實很快 大概有一下 或者是溫度夠的話 一下子就起鍋了 可是你要炸一個蔬果的話 那個溫度跟時間 其實是拉長的 所以它破壞的會更多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一下這樣子 再來就是蛋白質 蛋白質的話 你讓它一個時間久 溫度高的話 它也會變質 甚至比如說 我們在用一般的魚類 那魚類的話 大致上可能 它是屬於優質蛋白質的話 可能80%左右的吸收有使用率 可是如果你用這樣子的方法去烤 而且烤得非常的硬 因為有些這些東西 烤完之後它會變得很乾 非常非常的乾 所以這部分來講的話 它的吸收率可能降到 40%以下都有可能 而且真的是會造成心血管 或是什麼 對 因為我們本來要用的那個 不飽和脂肪酸 結果被氧化了之後 它其實對我們身體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 尤其血管 所以血管如果出現變化 在我們的腦部 當然就是腦部的一個病變 剛剛我們營養師有講到 當然它也會出現在 我們的心臟式上面的一個 導致阻塞 所以心肌梗塞的問題 所以油脂它的變化 會因為你高溫 產生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 那素心來看呢 像這樣子的氣炸鍋 我個人覺得其實不用把它說得 這麼萬惡不赦 因為它... 等一下 妳有沒有買 是滿好吃的嗎 我超想買的 你剛買的啊 我說我超想買的 但我必須說喔 你在我周遭的朋友在講 使用這個鍋的時候 普遍出現的一個問題 是我比較擔憂的是什麼 他們發現說這個鍋 真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炸鍋 油倒掉刷一刷就好了對不對 可是他們就說那個炸了之後裡面 真的不是很容易清洗 那不容易清洗 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呢 老實說你如果懶一點 想說沒關係 明天反而還要炸嘛 然後就這樣來一次 它可以比照回收油嗎 對 它就像你的油一炸再炸... 你知道油啊 它本身 不論它是不飽和或飽和 它本來都還是我們身體需要的 因為我們只要有一定的比例 比如說你多少飽和多少不飽和 這樣的比例對你的身體是OK的 但是一旦是它一炸再炸... 它氧化之後的油 就真的萬惡不赦了 因為它真的就對你的心血管 甚至致癌 都是很大的重要的危險因子 所以重點就是它清洗困難 所以一旦大家發懶 或去到那個角落之外 你沾到那些油 就不是一般油 這是比較擔憂的 所以聽起來使用方法正確很重要 對 所以我如果真的要用這個氣炸鍋 因為不是都不能用啊 對不對 要正確用 你們有什麼建議嗎 就是如果六歲以下的小朋友 就是幼稚園之下 我們還是建議 可以使用這種油炸的東西 因為他們需要的熱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大概一個禮拜 一到兩次是OK的 但是從國小開始以上呢 我們就會建議 就是油炸的食物 可能大概兩個禮拜一次就足夠了 因為你避免熱量太多 你當我幼稚園的 我可以當幼稚園的 好 如果你想要的可以 對不起 那我請問 兩個禮拜吃一遍 跟我們一般 像傳統油炸不是一樣 也是大概兩個禮拜吃一次啊 對 我想花那麼多錢嗎 就是真的 像你這樣子的一盤這個 就是一盤是氣炸鍋 一盤不是嘛 你這樣的熱量 大概就會可以誤差 這樣一盤就可以擦到 半碗飯到八分滿的飯量 其實那些有油料 油料不要小便拿 還是滿多的 如果兩個禮拜吃一次吃一大盤 終於等到了 一大盤不夠 一大鍋 對啊 所以還是量也很重要啦 另外就是提醒大家 既然就是說 有時候真的就是這種東西炸得好吃 那如果說小朋友會炒的話 就是說這種東西 真的還是回家自己煮 還是比較好啦 就是相對比外面 你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油 就是至少這種東西 相對性是安心的啦 對 那再來就是 如果要炸的時候 我會建議不要真的只有 炸薯條和雞塊 我們炸一點蔬菜 就是至少可以平衡一點 有纖維的時候 至少大腸也不會發生啦 所以相對也是有個好處 就提醒大家